大家好 炒豆角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是先焯水 或者直接下锅就炒了 其实豆角焯水之后 很大一部分营养就流失了 直接下锅炒的话又不好吃 而且看起来颜色也不漂亮 而且还不容易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做法 做出来的豆角好看又好吃 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把豆角洗净之后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盆中 然后加入半勺食盐 然后往里面加入清水 把豆角轻轻揉洗一下 然后放在旁边浸泡五分钟 准备几个美人胶切成圈 豆角已经泡好了 给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放到一个大盆里 往里面加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抓匀 提前加食用油可以使豆角保持翠绿的颜色 在炒的时候不容易发黑 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给它放到蒸壁上面 锅底水开之后盖盖大火蒸三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豆角的颜色非常的翠绿 特别的好看 起锅烧油 下四个鸡蛋 炒熟出锅备用 把豆角切成小丁 起锅烧油下蒜末和美人椒炒香 再放入豆角 再放入一袋非常下饭的外泡菜 然后大火翻炒 加少许的食盐和生抽调味 加入鸡蛋继续翻炒 炒熟即可出锅 美味的外泡菜炒豆角就做好了 不管是拌米饭还是拌面条都非常的好吃 有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大家好 o